祝众生脱离生死苦海而鞠躬尽瘁 这些菩萨们时时刻刻以自己的誓愿为铠甲 在各个世界中演说佛法 以智慧和功德来庄严自己 他们虽然也出生在五浊恶世 视线跟那里的众生一模一样 但他们直到成佛 也不会堕入三恶道去受苦 不管他们生到每个世界 对自己的过去知道的一清二楚 阿弥陀佛欲渡脱十方世界的一切众生 都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 使他们都能够得到究竟的快乐 那些行菩萨道的众生 都能够顺利成佛 他们成佛以后 在辗转到十方世界传授佛法 救度苦海众生 都能够顺利往生到极乐世界 如此辗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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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覆尽 十方世界中的生人弟子 菩萨圣众 以及其他众生 都往生到了极乐世界 得到了究竟的快乐 已经和即将成佛的不可胜数 那极乐世界 虽然接纳了无量无边 不可胜数的十方众生 但也不会增多 为什么呢 好比大海 为水中之王 长江大河 涓涓溪流 都流入了大海 那大海也不见增减 八方上下佛国无数 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长久广大 明好快乐 最为殊胜 这些都是那阿弥陀佛过去 世行菩萨道时的志愿 和功德所致 那阿弥陀佛的恩德 广布十方佛国世界 无穷无极 身大无量 是任何语言和形容 都无法表达于万一的 即乐世界中的所有菩萨 他们的禅定 智慧 神通 威德 无不具足圆满 连诸佛所演说深奥 全意的一切法门 也都研究领悟的透彻深入 没有一处不明了通达的 他们以这些深奥玄妙的佛法 来规范调伏自己的眼 耳 鼻 蛇 身 意 这六根 身心柔软 深入真正智慧 对外道的教法再也不会用心 都依照诸佛的教导 再修习 念 择去 精进 习 疑 定 和舍 这七觉之方面 不遗余力 修行无眼 照真打俗 使肉眼 简则 天眼 通达十方 无论远近 法眼 亲近 慧眼 见真如 佛眼 具足 对 一切之法性 通达 绝了 辩才 总持 得大自责 了解 世间 一切众生的 根性 与 好物 而且 因人而移 随其机遗 广说佛法 所说之法 制成真实 深入佛法精髓 度化众生 演说正法 无假有之下 无造作之为 无烦恼之腹 无灭盘之念 没有 没有种种 种种 分别 远离 种种 颠倒 对 一切 所用之物 从不 摄取 游历 十方 诸佛世界 从不产生 喜爱 或厌烦的感觉 无所需求 甚至 连这个念头 也不曾有过 也没有 你 我的 分别 更无 亲疏 恩怨的 计较 为什么呢 是因为 这些菩萨 对于 一切 众生 皆 怀有 大慈 大悲 为一切 众生 谋利 一支心 舍离了 一切 执着 成就了 无量的 功德 以 圆融 无碍的 智慧 通达 彻悟 诸法 本如 彻底 明了 事出 世间的 因果 事理 以 种种 音声 方便 弘法 立生 对 世间 一切 言语 都 不染 浊于心 以 追求 一切 正法 为 精进的快乐 了 了 知 世出 世间 一切 诸法 今是 虚妄 毕竟 无所有 了不可得 平等 空气 深深的 苦暴 与烦恼 两种 于习 都已断尽 与三界中 平等 勤修 究竟 圆满的 一尘 教法 从而 达到 灭盘 彼岸 决断 一切 疑惑的 束缚 正无所得 以 方便 全巧的 智慧 增长了之 教化 一切 众生的 方法 从 本性中 流露出的 智慧和 神通 都能够 安住 他们 所证得的 一成 佛果 也是 从他们 自信中 自然 显现 绝不是 从外面 求得 领悟 到 极乐世界的 菩萨们 智慧 宏大 深广 就像那 宽广 甚深的 大海 功德 高广 好比 须弥山 从 他们身上 散射出的 微神之光 远远超过了 太阳 和月亮 他们的内心世界 纯洁的 犹如雪山 菩萨们 忍受 属辱 属辱的 精神 好比 沉在 万物的 大地 对 世间中的 一切 都平等 心对待 心中清净 和比 那 洁净的 树 对 新田中 一切 成垢 都洗刷得 干干净净 一尘难养 他们 度化众生 热情如火 烧尽 一切烦恼 对 万事万物 从不止主 有 清风 一般 没有 任何障碍 宣讲 佛法的音声 如同 青雷霹雳 惨醒那些 还沉迷于 苦海的众生 这些菩萨 传授的佛法 犹如干露 滋润 众生的 心田 菩萨们的 平等 慈悲之心 就像那 虚空般 广大 无边 菩萨们 好比那 洁净的莲花 出污泥 而不染 胸怀 犹如 泥居树般 宽广 护避着 广大众生 智慧锐烈 犹如 金刚处 能够斩断一切 邪之 邪剑 降服 烦恼 等恶魔 信念坚定 犹如 铁围山 一样坚固 一切 邪魔 外道 都不能 动摇 心智 方广正直 善于顺遂机宜 做各种决断 研究佛法 不知厌烦 求法 不知疲倦 守戒严谨 游如流离 表里如衣 光明磊落 菩萨们 所说之法 大家 无不 心悦 臣服 他们 到处 传播佛法 建立 道场 以 智慧之光 冲破 愚痴 带来的黑暗 那些 大菩萨 纯净温和 既定 明察 为 大导师 调服 自身 和他人的 各种 欲望 引导 广大 众生 舍弃 一切 爱欲 执着 彻底清除 导致 沉沦 空海的 贪 撑 吃 这 三大 毒根 他们 游戏 神通 以 愿力 因缘 出生 广大 善根 催 摧 一切 魔重 尊重 供养 侍奉 一切 诸佛 为 世间之 明灯 最圣 之福田 殊胜 吉祥 看受 人 天 供养 他们 微光 显赫 神采 异 耐 法喜 充满 雄 兼 健 勇猛 无所畏惧 英容 相貌 十分 庄严 具足 无量的 功德 和 无碍的 雄 变 才能 无语 伦比 极乐世界的 各位菩萨们 常常得到诸佛共同的称赞 他们通晓一切菩萨至枉 常常安住在不生不灭 诸三摩地境界 寻由一切道场 远离身闻 圆觉二乘的境界 阿难 我刚才所讲的 你是对往生到极乐世界中 广大菩萨的真实功德略说一二 如果要面面俱到 即使说上百千万个时节 也难以说完啊 释迦牟尼如来又告知弥勒菩萨 即在座的天人道 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中 情力善念 尽力供养十方诸佛 观今行道 喜乐酒席 才猛智慧 信心坚定不退 意念终不松懈 外相迟缓 内心始极 心容虚空 包罗万象 奉行忠道 内外一致 表里如一 自然严整 简脸端直 身心洁净 没有贪爱 他们的志向誓愿 从不改变 他们所追求的佛法 平和中正 永远不会误入其路 他们对佛经中约令 总是兴兴业业 不折不扣的知心 好比工匠手中的墨线 一线时工 不敢稍有怠慢 心中所想 全为佛法 没有其他任何杂念思语 心中空旷 没有任何忧力 随缘行事 安住在无为境界之中 淡泊明智 没有任何欲望 所作所得 皆是善事 以大慈大悲之心 哀明一切众生 所作所为 都符合礼意 包罗万象势力 射受一切众生 出离生死苦海 永得解脱 保守自信的亲近 所略志愿至高无上 净化身心 保持禅定 得到究竟的安乐 一旦开悟 明星见性 清静本性中 自自然然流露出 无量无边的事象 这些声闻 菩萨之心 好像神奇的 魔女宝珠一样 将自然之光和色 相互渗入 往复变化 超过十方 他们的自然之心 使国中 自然生出七宝 空中 自然涌出万物 光明 精妙 明镜 奇显并谢 诸善众好 无与伦禀 这都是极乐世界 慧重和清静心 所生出的 他们的智慧 没有上下之分 对万事万物 洞察的深广程度 可谓无边无际 你们应当各自精进勤修 努力自求自身的功德 断除生死 往生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之中 到了那时 你们自然会完全舍弃了 苏婆世界的恶道轮回 恶道之门自然关闭 那极乐世界 是最圣之道 简单一行 那极乐世界的往生者 都不利不为 为本性所迁随 智向如虚空 晴修成佛道 可以得到长生不老 寿命和快乐 都没有极限 为什么非要贪着 这苏婆世界中 世俗所谓的利益 凡暴无尽 为世间无常所折磨呢 无常所谓的利益 这苏婆世界中的人们 都去争本也无关的适合物 在此痛苦不堪的 骨灼恶事之中 他们辛勤劳作 苦心经营 以求自己 尊贵的 卑贱的 贫穷的 富裕的 年少的 年长的 男的 女的 处心纪律 甘愿被自己的贪欲之心驱使 没有 没有田地的 想得到田地 没有房屋的 想得到房屋 没有家眷财物的 想得到家眷财物 不管是没有得到的 还是已经得到的 都在忧愁苦恼 得到了一件 还想再要两件 当积累到一度程度时 又担心失去 担心遇到水灾 火灾 盗贼等等 又害怕冤家的愁伤 债主的催逼 债主的催逼 幽据之中 千命之星随之增长 越来越顽固 难以气舍 等到他们死去的时候 所有的财物 都不会跟随他们而去 穷人与富人 完全是没有区别的 各种忧苦 万端无尽 这娑婆世界中的人民 父子之间 兄弟之间 夫妻之间 亲属之间 亲属之间 应当相互尊重 和睦相处 不应当互相憎恨 忌妒 应当互相帮助 救济 不要贪婪令兮 任何财物 互相之间的言谈 应当和言悦策 互尊互尽 不要相互冲撞 不要相互冲撞痘痕 如果产生争吵 心里就会愤恨不已 如果这份恨 愈言愈厉 最终必然结成 深仇大恨 世间之事 如果总是冤冤相报 更会没完没了 导致双方都受到伤害 即便有时报应 没有立刻显现出来 还以为自己占了便宜 岂不知因果昭彰 丝毫不爽 一旦报应现前 后悔也来不及了 人类沉迷在情爱贪欲之中 孤独而来 孤独而死 独去独来 苦乐自受 无人能够代替 善恶果报如影随形 每个人在世上所作所为各不相同 要想再见 遥遥无期 何不趁身体强健 努力行善 难道等到有心无力之时 在哀嚎吗 这世间的人分不清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因而常常凭借着各自的见解 去做各种招致疾凶祸福之事 这些人身心愚昧 神志昏暗 听从接受那些外道邪说 这样的颠倒见解 相续不绝 成为生死轮回的圆动力 生生死死 死死生生 无常为根本 由于不能够对佛法产生信仰 心无远虑 被各种欲望所驱使 而一心只追求眼前的世俗快乐 沉迷于称惠分 贪恋于财物和各类喜爱的有形之物 而永无休止 真是替他们悲哀怜惜呀 这世间之人 其先被愚痴 不知佛法 不懂道德 不对他的后背进行教导 世世代代恶也相惜 以致造成生生世世 作恶受报的结果 这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这些人对生死轮回于六道 善恶报应 善恶报应如影随行 这宇宙真理规律都不相信 还以为英国报应是不存在的 他们也常常看了 或者听说有人生老病死 或者儿子死亡父母痛哭 或者父母死亡 或者父母死亡子女痛哭 兄弟夫妇其悲伤程度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生一死相互眷恋 被恩爱忧伤之劫牢牢捆覆 没有解开的时候 想念之前的恩恩爱爱 亲善友谊 其实都是情欲在支配 不能深思熟虑 了解世事真相 而专心精情地修行佛法 人生苦短 眨眼间 第二世都再一次地开始 等到年寿将近的时候 则会感到无可奈何 空自哀他 这世间之人 对福所开示的种种离苦得乐的方法 不能够正确理解 迷惑的人很多很多 真正明白世事真相 得到究竟解脱的人 却凤毛麟角 这些人时时刻刻都在算计如何损害达人 恶气昭彰 妄生事短 违背天地之德 作恶多端 他们的既定阳寿 就会被窝脱堕落 斩斩于地狱 恶鬼 畜生 这三恶道中 永无属性 永无属性 不能长久 缘分一尽 缘分一尽便会弃人而去 实在是没有快乐可言 你们应当 我 弥勒菩萨说 弥勒菩萨说 佛作为三界法方 超过一切诸天圣人 而为至尊 佛所说之法 光明彻照 动达无几 佛是一切天人之师 今生能够遇到佛注释教化 又亲耳听闻到阿弥陀佛的名号 都感到莫大的欢喜 我们的心也因此得到开明 释迦牟尼如来 告诉弥勒菩萨 对佛恭敬的人 是大善之人 他应当称面佛的名号 观想佛的十大无上德行 无上事 政变之 明星族 明星族 善事 善事 世间解 调语帐 调语帐 天人诗 善事 因共 他奔走于欲界 色界 无色界 这三界世间 贵土之中 也能无所障碍 也能够 这一路上 恶鬼 和地狱 这六道之中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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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温人 自温之后 再转香枕 苦海众生 至心发愿 积累功德善本 虽然 虽然 要用一生的时间 去勤奋精进的修行 但往生 却是弹指一挥尖的事 往生到极乐世界之后 享受那无穷无极的快乐 彻底清除生死痛苦的恩本恶因 再没有苦恼忧愁的纠缠 能够使寿命长达千万劫 自在神通 一切所行 所一心所欲 因而你们 应当精进修行 一如既往的努力实现 往生极乐世界 这一愿望 不要怀疑 不要反悔 以免自己错过时机 造成罪业 以致往生时 却到了那极乐世界的天地之国 在怀疑佛制的众生 聚集的七宝城中 在五百年的时间内 都见不到佛、法、僧、三宝 听不见诸经佛法 听不见诸经佛法 承受诸多的不幸过患 弥勒菩萨听到这里说道 如今 听了佛明确的教会 我等众人 一定会专心修行 精进学习 按佛的教导 成心奉行 不敢有半点疑惑 佛告诉弥勒菩萨说 你们 能在这个 五拙恶事之中 端正自己的心意 不作种种恶业 堪称为大德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十方诸佛世界之中 善多恶少 容易接受开导教会 唯有这个五恶充满的 苏婆世界 是苦最多的 我现在这个世界做佛 教化众生 欲使他们舍弃五恶 五痛五烧 降服他们的痴迷之心 让他们持守武善 获得福德 这五分别是指什么呢 第一 这世界的众生 一心专做种种恶事 以强凌弱 更强者又欺凌强者 这样辗转相欺 残害杀伤 弱肉强食 弱肉强食 不知行胜 以后必定受到各种惩罚 遭受相应火爆 云儿就有贫穷 乞丐 云儿就有贫穷 有的无儿无女 或无富少女 有笼子 瞎子 痒疼 痴呆 痴呆 有的迷失 有的残废 有的天狂 这全都是因为前世不信佛 不行善 不积德 所受到的拥有惩罚 但 这世界中也有人尊贵 有人富饶 有人贤民 有人受众人尊敬 有人智勇双全 有人福贵双聚 这也是由于他们前世 慈悲相识 修善积德的结果 现实世界 有这种可以见到的丑恶行为 因而在寿终之后 便会在冥界转身投胎 在冥界转身 根据其作恶的轻重 在冥界转身中 改变原来的形象 在六道中轮回 沉沉沉沉沉沉 在牢狱之中 饱受急行的痛苦 神识随着夜里的运转 不断奔赴于地狱、恶鬼和畜生三恶道中 不管他的寿命短长 总是如影随形 焦香爆肠、夜暴未尽 终不会分离 这些夜里 使它闪转往返于热道之中 经过众多漫长的时间 也很难得到解脱 苦不堪言 英国定律是宇宙运行的最基本的法则 即使在短时间内不能见到这种暴音 但这暴音总有相聚的时候 第二 这世间的众生 不遵守法律和制度 奢侈淫乐 交恨放纵 放情纵欲 居于上层的众生不能贤免 在位 却不能正己之身 诬陷冤枉他人 陷害忠良 口是心非 投机取巧 虚伪且诡计多端 那些身处高位的人 卑贱的人 以及其他各类人等 都是尔虞我诈 称惠于痴 总想损人利己 占更多的便宜 为着利 害 圣 富 互相算计 结下怨恨 转而化为仇 直至最终家破人亡 丝毫不顾忌前后暴力 那些富有的人 千令贪心 千令贪心 不肯失与他人 爱欲坚固 贪心深重 劳身苦心 就这样 一直到死 而所有的财物 又不会随他而去 但善恶过福 这虾应夜里 却追随着他的生生世世 这夜里使他在三善道中享乐 或使他陷入三恶道中煎熬 再有 有的人 见人行善 不但不学习 还要憎恶 诽谤别人 常怀悼心 总是算计别人的财物供自己享用 想用完了再次去盗取 这当然逃不出夜里的牵引 最终会将这人引入恶道之中 是他承受三徒恶道的无量苦难 辗转其中 苦不堪言 难有出气 第三 这苏婆世界的众生 由于相互之间的原因 来到这个世界 又能够活得多久 那些不良之人 心术不正 常怀邪恶之心 常沉迷于淫欲放纵 反满胸中 淫邪放荡 邪恶的行为流露于外表 其所作所为 不但导致家产耗损 而且这些事情还不合法度 违反法律 必遭恶暴 应当追求奋斗的事 他们却不愿去做 再有 有的热衷于交捧结友 参加各种聚会 发动战争 互相攻击 杀戮侵略 以武力 协迫抢夺他人之 将抢夺来的财物 拿回去取悦欺世儿女 不知疲疑 不知疲倦的寻欢作乐 被世人憎恨厌恶恶 最终也得到灾患而深深苦恼 这位恶人 虽当下是人 而已步入恶鬼行列 神明将会记着他们的恶行 一旦因缘际毁 就会堕入三恶道中 受到那无边无境苦痛的折磨 斩斩于三恶道之中 痛苦不堪言说了无出气 第四 这娑婆世界的众生不思行善 却好拨弄是非 言辞粗鄙 说假话 大话 阿谀奉承 憎恨嫉妒善人的才德 败坏贤民之人的名声 不孝顺父母 不尊重师长 对朋友不讲信义 难得诚实 妄自尊大 以为自己是得道高人 恒情霸道 仗势欺人 详使大众对自己产生敬畏 不知羞残 难可降伏教化 教恨傲慢 只因前世所修足德的淫护才未马上受难 今生今世作恶多端 前世修来的福音